对于老师们的意见 吴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龙女士这边也表示愿意调整 不过她对丈夫还有一个要求 这也是她理想婚姻的一个重要标准 只是吴先生愿意这么做吗 龙女士又真的能够放下过往的不愉快 重新接纳这个不完美的丈夫 和丈夫继续携手为理想生活而奋斗吗 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好的我们从密室出来 也为双方拟了一份协议 我们来看看协议 协议的甲方是我们的吴先生 一方是龙女士 协议一共有两条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条男方承诺 今后每月给予女方2000元整 作为生活开支 经济上公开透明 宽裕的情况下 给予女方更多的经济补贴 用于家庭生活 第二条双方承诺 彼此相互关爱 相互尊重 积极沟通 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和关心 为孩子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如果二位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先把协议签了 没问题 这个可以 很容易 可以 都是你不要耍累 你应该说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从这里开始 你会让我越来越开心 好 大宝 我们每次过 好好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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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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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送一份礼物给你们 节目最后呢 我们会送上 由苏萨提供的生榨椰汁 自然新鲜 带回家和最爱一起分享 谢谢 甜甜蜜蜜的啊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啊 加油 开开心心 谢谢 调解最后 龙女士终于感受到了 丈夫久违的温暖 或许此刻 丈夫的表现 离她心中理想的标准 还有一段距离 但至少丈夫在努力和转变 当然 付出和关爱是相互的 她也需要放下高姿态 收起咄咄逼人 学会以心换心 给予丈夫尊重和理解 生活中遇到什么 别再拐弯抹角 要学会直接沟通 唯有积极有效的沟通 才能增进彼此的信任 让彼此靠得更近 早日收获美好的生活